大家好 今天咱们讲讲这个俄国杀黄尼古拉二世 到底是被谁杀的 这件事啊得弄明白 为什么呢 现在国内网上和国外的 不管是公知也好 还是一般老百姓也好 普遍认为啊 是列宁和斯大林 这个苏共将什么 苏维埃将这个尼古拉二世 全家杀害 那这个事啊 现在在俄国是有争议的啊 但是咱们国内好像都 都非常咬定啊 你现在不管在百度上 还在其他上搜 国内基本上口径一致啊 都是被什么 被列宁杀害的啊 那我不知道这些人历史材料哪来的啊 那咱们听听俄国人 对这个事有不同意见啊 我也不能说人家 俄国人这个就对 但是他的材料肯定比咱们掌握的多 时间有限啊 我也不能展开 我今天呢 就用有限的时间 把俄国人对沙皇尼古拉二世 死亡的原因 这个分析 我啊 完整的给大家叙述一遍 让大家有一个新的认识 历史这东西啊 不能说就那么肯定很多事儿 现在连俄国人自己都不敢肯定 是不是列宁他们干的 那我就把这个事实 俄国人 分析出来的事实 给大家复述一遍 那咱们先讲啊 这个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 他呀 他在被苏维埃政权控制以前 他是被谁控制 被谁推翻呢 咱们先说 克伦斯基 资产阶级政党 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大家都知道啊 他是第一个推翻 沙皇俄国的 并不是啊 是列宁推翻的 是这帮资产阶级 俄国资产阶级 叫什么 叫俄罗斯社会革命党 他是资产阶级政党啊 这个叫二月革命 推选出的总理叫克伦斯基 他的主张就不退出一战啊 那么就迎合了 英国和法国的 这个这个外交政策 因为英法啊 不希望俄国退出一战 如果俄国退出一战 德国就直接就面对 英国和法国直接打了啊 他就背后就没有敌人了 这是一战的原因 所以啊 英国和法国非常喜欢 这个克伦斯基 这个道理听懂没有 因为他不同意俄国退出一战 他虽然推翻了沙皇俄国 但他还要继续打下去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咱们就接着往下讲 克伦斯基这个人啊 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呢 被推选成总理 但是被谁 被列宁又推翻了 十月革命 他呀 这个 非常窝囊啊 男扮女装 逃出了 彼得堡 男扮女装啊 经芬兰 从芬兰绕道 去了英国 在英国组建流亡政府 1940年呢 移民到美国 1978年 好像死在美国了 就这么一个人 克伦斯基 那我已经说了 他是现在非常反对 退出一战 谁非常希望 俄国退出一战呢 德国 那咱们继续往下讲 好了 咱们已经讲了 克伦斯基 被代表的资产阶级 这个二月革命政党啊 社会革命党 资产阶级政党 这应该算 算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了 他是对沙皇 要把沙皇送出俄国 送到英国和法国 因为沙皇俄国 在英国有个表亲啊 跟他长得非常像 这个克伦斯基 后来也逃到了英国 但是他这个表亲 拒绝了 接收俄国沙皇 尼古拉二世 全家 那就道理很清楚了 掌权的是什么 苏联啊 掌权的是苏维埃政府 列宁 如果英国和法国 接收了这个 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 列宁这个苏维埃政权 要与英国法国为敌 为敌 接住了掌权的为敌 那他就不会跟德国翻脸 就是什么 退出一战 最后列宁也退出了一战 所以啊 英国法国 他是不能接收尼古拉二世的 因为尼古拉二世 如果去了英国法国 等于俄国就要退出一战 那俄 俄国一旦从东线撤退 德国抽出兵力 法国和英国在西线战场 一战的西线战场 就会什么 吃亏 这个一战就不一定谁赢了 所以呢 表亲也好 你们全家 不管了 知道吧 就这意思 英国国王 不同意接收 尼古拉二世 全家 那这个 科伦斯基这一派的资产阶级 将尼古拉二世 全家 现在很说 友好的吧 算友好的吧 转移到了哪 一个边境的小城 托博尔斯克 一个边境小城 离这个 乌拉尔山非常近 一个小地方 看管起来了 咱后面再说 那么就道理很简单了 尼古拉二世 第一次出国的机会 失去了 被英国国王拒绝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一战的胜利 为一战胜利 这回 尼古拉二世全家 危险了 那么沙皇尼古拉二世 死在哪一天呢 死在了1918年的7月17日 在叶卡捷琳堡 那么很多人说是斯大林 列宁 是不是 他们两个人下令杀的 那咱们看一下 列宁和斯大林分别 这个时候在哪 列宁啊 他主张过要审判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什么 妻子 德国裔的那个女人 要审判呢 审判得是活着审判 所以列宁啊 在俄国历史上 第一个排除要杀掉 这个沙皇全家的 就把列宁排除掉了 而且列宁当时啊 并不掌管军权 你记住了 执行沙尼古拉二世全家 得有军事指挥权 得能调动兵力 列宁当时没有那个能力 一会儿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事件 能把列宁直接刨开掉 我一会儿再说 先说斯大林 斯大林在1918年 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去了查理金 查理金是哪啊 就是后来的斯大林格勒 他在那里征粮 这个主要忙征粮 征收军粮 就是现在福尔加格勒 现在的福尔加格勒 原来的斯大林格勒 最早呢 沙皇那时候叫查理金 就那个高加索那个地区 他在南部 高加索地区正在忙着征粮 他根本不可能管到 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 这个看管问题 也不可能是斯大林派兵去的 证实材料上已经记载了 是谁派去的人呢 是叫斯维尔德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 他当时拥有全俄苏维埃 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这个头衔 记住了 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而且他下的命令 亲自下的命令 这只致文件有啊 他要求必须把沙皇保护 活的 不能让沙皇有温和危险 那就人家有人家的计划了啊 但是他 派一个人去了 沙皇所在地 接收沙皇的看管问题 派谁去了 这个人叫亚科夫列夫 这个人非常关键啊 亚科夫列夫 接收到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命令 一指命令 派他亚科夫列夫 前往 托博尔斯克 去 看管 俄国沙皇 尼古拉是全家 后来接到命令 将他们全家转移到哪 转移到叶卡金连宝 就是乌拉尔地区 这个亚科夫列夫啊 这个人在西方 流亡了九年 跟西方渊源非常多啊 咱后面慢慢说这个人 那这个经过就非常有意思了啊 俄国现在这个历史学家考证 最后下命令 给这个 尤罗夫斯基啊 尤罗夫斯基是继续去执行的 他是柜子手去执行 开枪 现在也好 这满满这个 国内的一些网站上写的 杀全家嘛 一个不留 连女佣都杀掉了 是这个尤罗夫斯 尤罗夫斯基 他是啊 他后来也在这个苏贡里边 一直在 一直在这个这个工作 但是给他下命令的 他是柜子手 但是给他下命令的 是这个亚科夫 亚科夫列夫 这个人是有执行权力的 那下命令的人是亚科夫列夫 他拿的命令是谁给他 斯威尔德洛夫给他的命令 要活着把沙皇俄国看管住 从托伯尔斯克转移到 叶卡或者转移到莫斯科 是活着的 继续 我告诉你 斯威尔德洛夫告诉他是活着的 但是在叶卡出了个事情 乌拉尔地区啊 当时非常反对这个保皇派啊 是想要杀了这个沙皇的 那亚科夫列夫呢 得到命令要叫活口 听见没有 这起个矛盾 但是呢 经过这个亚科夫列夫 跟这个乌拉尔地区的谈判 还有这个莫斯科方面 跟乌拉尔这个地区政府 当时啊 并没有啊 完全管住全国 很多都是自治的地区 得跟他谈判 保证沙皇俄国是活着的 你记住了啊 乌拉尔地区 叶卡地区 要保证 俄国沙皇是活着的 已经同意了 不杀俄国沙皇 所以俄国沙皇转移到叶卡 是活着的 然后由谁看管 亚科夫列夫来看管 然后呢 莫斯科那边就是 苏维埃也命令 必须保证 沙皇俄国全家的庆命 没有下 要杀的全家的命令 但是最后啊 结果是什么呢 亚科夫列夫下令 给谁啊 给尤罗夫斯基下令 杀了沙皇全家 而且最后还是秘密执行 毁尸灭迹 这个事最后 很久以后啊 大家才知道啊 有这个事 但是啊 后来这个全国搜捕 找这个刑刑者 跪自首 是不是 将这个亚科夫列夫 逮捕了 这亚科夫列夫啊 执行 执行完杀 杀黄和国全家的事情以后呢 没有回到莫斯科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他去了哪呢 他继续往东 沿着西伯利亚铁路 到达了什么 新西伯利亚 但新西伯利亚啊 有一个军 有一个军 军事集团啊 高尔查克 白匪军呢 就在西伯利亚 那么他 在西伯利亚 被高尔查克拦下 关进了监狱 高尔查克得知 沙皇 尼古拉 二世全家死亡的消息 派了这个侦察员啊 就是 就类似于 侦探嘛 专门来侦破这个案子 高尔查克还是保皇党嘛 还是有这个感情的 跟沙皇 查到了 尤罗夫斯基 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也没有完全是说 是他干的啊 在监狱里 给他关了起来 所以这个尤罗夫斯基啊 如果一直 在高尔查克的监狱里 很可能就 就地正法了 但是呢 高尔查克白匪军 跟这个苏联 苏俄的红军 对抗的时候 有一支捷克斯拉伐克 因为当时打起来以后啊 一战结束了啊 一战是在 1918年11月结束 结束以后啊 苏联内部发生了内战 白军和红军的 那这个高尔查克是白军 他内部有一支军队 是哪的 斯洛华克 捷克斯洛华克的军队 非常厉害啊 起义了 不给你们打了 一直向东 打到哪 打到黑龙江 打到日各日 这个这个日本那块 从日本坐船 回到捷克 回老家去了啊 那么这支啊 最后1919年 移民到了哈尔滨 为啥说他移民到哈尔滨呢 因为1920年啊 咱们中国有一个革命 中国革命的一个先驱啊 叫孙中山 他和一个俄国的这个远东局的这个记者 叫什么 斯托扬诺维奇 关系非常好啊 这个 这是革命先辈了啊 这个孙中山 和这个斯托扬诺维奇 远东局的这个记者 这个斯托扬诺维奇回忆 回忆写啊 1919年 他在哈尔滨的这个 一个旅店里边 看见过 这个 亚科福利夫 所以啊 就是说1919年 他已经到了哈尔滨了 那这个亚科福利夫的结局啊 我现在直接跟你告诉你 1928年 他从这个中国远东哈尔滨呢 回到苏联 被这个28年嘛 那斯大林的时候 被判刑 执行枪决 但又改判十年监禁 去波罗的海 拉船 修那个运河 修运河 去波罗的海 干苦力去了 十年以后 1938年 还是没有逃过大肃反 被枪决 亚科福利夫这个人呢 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 他把很多人串了起来 串了起来啊 就他也是死了 但是俄国学者啊 从这里边 达出一个逻辑啊 你看 首先啊 资产阶级政党 克伦斯基这一派 不希望俄国沙皇 不希望俄国沙皇 离开俄国 因为英国和法国 不希望沙皇俄国 离开俄国 沙皇一旦离开俄国 俄国要退出 一战 对英法不利 那你就反过来 那你就反过来 谁希望 沙皇 留在俄国 德国 这个逻辑听懂没有 德国皇帝威廉 希望 这个沙皇 你还是在俄国待着 你被这个 这个这个 苏维埃 被列宁控制着 被列宁控制着 最好 不要离开俄国 时间线多么巧啊 直接 克伦斯基 这个这个 执政了以后啊 马上 控制了这个沙皇 对不对 那么 列宁这一派上了台 德国又不希望 俄国沙皇离开 不希望他离开 不希望离开俄国 马上 俄国沙皇的控制权 又到了 列宁的手里 有没有意思 有没有意思 就俄国 和德国 都控制着这个 俄国沙皇 而原来是由谁控制 原来沙皇全家的性命 是由 克伦斯基 由德国 法国控制 你这么理解 就清楚了 资产阶级控制 刚开始啊 是资产阶级控制着 俄国沙皇的生命 但是不允许他离开俄国 不允许他离开俄国 德国呢 希望沙皇俄国 反向离开俄国 那他就要控制住 沙皇俄国 去找谁 去找了列宁 让苏维埃 让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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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什维克 来控制住 控制住谁 俄国沙皇的这个 安全 我来控制他 我是以后让他离开也好 还是让他继续在俄国也好 有我德国的 这边势力 最好能控制住 就是说 资产阶级这个 就是说白了 法国英法和德国在俄国争抢这个俄国沙皇 这回你听明白吧 那这个逻辑就很清楚了啊 现在俄国这个学者啊 就一致认为什么呢 英法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边 资产阶级 克伦斯基这一派 刚开始是控制着俄国沙皇 但是德国呢 马上和这个苏维埃这边 可能是有关系 有联系也好 支持他也好 支持列宁也好 得到了 俄国沙皇的控制权 记住了 俄国沙皇控制在德国这边 德国是希望沙皇离开还是不离开啊 德国是希望沙皇离开俄国 听懂没有我这个逻辑 一定要听清楚 德国和苏联这个列宁 是希望俄国沙皇活着 离开苏联 或者是不离开也要他活着 你听懂没有 是这个逻辑 沙皇活着离开了苏联 苏联就能退出一战 德国受益 那苏联的斯大林也好 列宁也好 苏维亚也好 是不希望是不希望什么 俄国沙皇出问题 不希望他离不开 俄国的 那么就道理很简单 谁希望 谁希望这个 沙皇俄国 这个沙皇尼古拉是全家 永远离不开 这个这个 俄国谁希望 谁呀 资产阶级 克伦斯基这一派吗 英法吗 他那个远亲吗 英国皇帝吗 英国 英国女王他爸爸 这是 哎呀妈呀 对不起啊英国女王 哎呀我的妈呀 不能说这老太太 最近家里又出事了 你看他祖上 干过很多事 英法不希望 尼古拉二世全家 离开 俄国 你就在那待着 等我们打赢了 你再离开 那发现 突然发现 尼古拉二世全家 被谁控制了 完了 被德国人控制了 那有可能跑啊 有可能 刚才不讲了吗 直接去西伯利亚了 从西伯利亚 去远东 从日本 去哪了 去美国 去英国 不去英国 去美国了 尼古拉二世全家 去美国了 能让吗 能让吗 资产阶级 这帮资产阶级 能干吗 能干吗 怎么了 派出了 奸细 亚科夫列夫 我之前讲过吧 亚科夫列夫 在西方 流亡了九年 那你说 他和英法 这边间谍机构 有没有联系呢 现在很难说啊 这个人到此 也没有承认 自己是间谍 包括他被高尔查克 被捕以后 严刑拷问 说他是德国间谍 他绝对不承认 我觉得他也不是 德国间谍 他就算跟德国 他就算两面间谍 又帮德国 又帮英法 但是他肯定最后 是执行了英法的 英法的这个 这个这个目的啊 将下令将俄国 沙皇全家 政法 执行的是一个什么 布尔什维克 但是下命令呢 是这个英法的间谍 亚科夫列夫 我今天说明白没有 还是尼古拉二世 全家的死亡啊 是由谁啊 是由一战结果来定的 英法和德国 在俄国这个争夺 不希望他退出一战 这才是什么 尼古拉二世 全家死亡的真相 逻辑没有毛病吧 那么就是说啊 英法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啊 为了自己利益啊 这还表亲呢 你想那英国皇帝 和尼古拉二世 长得多像啊 你看再像看现在 英国女皇这个慈祥 慈眉善目这个样 你说政治多么邪恶 政治多么可怕 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亲戚都不认了 宁可你全家 就那么惨死 那有时候还说 列宁干的吧 列宁 列宁啊 你看列宁在19 叫什么 1918年8月30号 被一个叫卡普兰的 一个女的 说有精神病啊 刺杀 后来得了这个痛风 得了这个长期不治的病啊 也是和这次 这场刺杀有关系 咱们可以比较一下时间啊 尼古拉二世死亡的时间 是7月17号 记住7月17号 1918年7月17号 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杀 列宁被刺 1918年的8月30号 7月17到8月30号 中年隔了多少天 一个月就 不到一个月啊 一个多月 一个月的时间 两起刺杀 两起啊 一个是针对什么 一个是针对 沙皇 尼古拉二世 一个是针对什么 列宁的 能听懂吗 你能听懂 这里边没有 资产阶级 最恨的是谁啊 列宁 资产阶级 不希望俄国退出 一战的是谁啊 是德国 以外的这个 法国和英国 因为列宁当时啊 要退出一战 是德国支持他的 所以啊 英法最希望消灭 布尔什维克 消灭列宁 刺客 刺杀了列宁 又希望什么 俄国沙皇 尼古拉二世 永远不要离开俄国 这样苏联就不会退出 啊 苏联就不会退出一战 那是谁啊 还是 英法 这是现在俄国 有争议的一件事啊 就是英法啊 现在很难说了 因为那时候已经 都已经结束多少年了 英法 组织的这个间谍活动 在俄国 也就一个月之内吧 两起刺杀 一个是针对 尼古拉二世全家的 一个是针对列宁的 就是希望俄国 不要退出一战 但你看列宁 后来还是退出了一战 所以一战呢 也很快结束了 一战结束是 其实 1918年的11月 有没有意思 列宁在1918年 8月30号被刺 11月 一战结束了 几个月 两月以后 一战就结束了 那时候列宁被刺以后 马上就退出了一战 如果这次列宁被刺成功了呢 那很可能啊 一战还会继续打呀 还会继续打 因为列宁有接班人呢 托洛斯基啊 托洛斯基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啊 也可能知道啊 这个学共产党这个 托派嘛 托派嘛 跟斯大林死敌啊 托洛斯基啊 1918年3月任最高军事委员会 最高军事委员会主题啊 里边都是旧军人啊 你看1918年3月 所以他掌管着什么 苏维埃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列宁实际上 他没有真正军事指挥权啊 而真是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是由托洛斯基来负责 1918年的9月2号 将这个这个旧军官组成的这个军事 最高军事委员会 改名为革命军事委员会 9月2号 列宁被刺是在8月30号 8月30号啊 被刺以后几天 三天 三天以后 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由托洛斯基担任主席 军权拿到了 就等着列宁死了 你看见没有 所以这里边啊 就是苏共内部斗争也有啊 现在有一派分析啊 说这什么呢 托洛斯基想取代列宁 想取代列宁啊 那么他呢 对这个列宁的遇刺 实际是 咱也不能说他不知道 也不能说他和英美 不英法呀 这个资产阶级这一派 没有联系 那你很难说 但最后托洛斯基的死敌是谁呀 谁要把托洛斯基干到底呀 最后派人拿斧的在墨西哥 1940年 40年还四几年 在墨西哥 在那个美女画家他们家 拿斧子把这个托洛斯基给 直接砍死了 斯大林 那你能说斯大林和列宁 杀了这个什么 尼古拉是全家吗 托洛斯基和谁呀 和英法 他们穿一条裤子 为了夺权 甚至默认有些暗杀行动 对谁 对列宁暗杀行动 为了夺权呢 政治可不可怕 恶不恶心 那斯大林呢 斯大林也不是傻子 是不是 你玩阴招夺权 斯大林直接上 上去把权权拿到手 我死死就不能放权 还有我告诉你啊 刚才讲的所有这些人民 他们都是犹太人啊 你自己想 非常有意思 这里边 犹太人 整个改写了欧洲全部历史啊 哎呀 说完呢 我不知道你明白明白啊 尼古拉二世的死亡啊 看着好像是被一个布尔什维克执行的枪决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执行 他得街头上头命令 上头命令是一个亚夫 亚科夫列夫的 一个英法间谍 他来执行的 执他来下命令执行 啊 他违抗了什么 违抗了斯尔德洛夫的命令 保护杀王 执行完死刑以后 他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 而去了西伯利亚 他甚至后续跟别人 这个还说 他不相信啊 布尔什克在俄国 就是苏联这个 布尔什克在俄国革命能成功啊 他亲口说的 他不相信布尔什克 维尔什克革命能成功 这个在这个高尔查克监狱里 直接是说了 跟高尔查克全都说了 我们我们不是这个布尔什克 我不相信布尔什克能成功 他就已经放弃了这个革命理想了 所以他就裹挟着 就把他裹挟到哈尔滨去了 在哈尔滨 没待几年啊 1928年 又回到苏联了 你想1918年 到1928年 在哈尔滨待十年 哎呀 回苏联十年 二十年 三八年又死了 还是死 人就是这个样 他下令 将尔滨二十全家 灭门 很有意思啊 看到这啊 为了一战的胜利啊 英法 动用了全部能量 咱们有时候看那个一战 老是看那个一战纪录片 要么正面战场 互相之间什么 凡尔登脚肉战 大家打来打去 要么 天天没事 在这个 蚝狗里边 遛狗玩 是吧 毒气战 什么的 真正在俄国 你看见没有 这间谍战 多么多么 哎呀 拍成电影绝对啊 这 太厉害了 听明白没有 在俄国这个战线上 英国 法国和谁啊 和德国也在争强 德国是什么 和列宁站在一块 不希望俄国 啊 希望俄国退出一战的 啊 最后列宁也退出了一战 啊 但是啊 列宁我觉得 跟英法那块 也可能有勾结啊 包括这个托洛斯基 肯定也有勾结 那意思你给我什么好处 完了我才 按照你的要求 我不退出吧 可能后来也没谈拢啊 这个资料没有啊 我不知道 但肯定都有勾结 后来那个托洛斯基呢 用一些小的技巧吧 趁着尼古拉 二世被杀 刺杀啊 这个西方 包括这个英法 也要刺杀列宁 一定要死死的 拖住 俄国 不让俄国 退出一战 所以列宁主张 退出一战 这个就道理太清楚了 那后来啊 很多人说 那个怎么苏联 这个苏联又承认了 又承认是我们干的了 你看啊 托洛斯基 托洛斯基当时 当时是什么 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吗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没有 他托洛斯基才是最高领导人 而且后续啊 一战已经结束了 11月就结束了 一战结束以后啊 这个沙皇俄国 就对这个一战 没什么影响了 他活着 也是还是死着 没影响了 那苏维埃承认了 我 是我们 苏维埃 苏共 将沙皇全家 灭门了 对吧 那我承认以后 英法可以组织什么 可以组织国际上讨伐 讨伐共产主义 这个共产党政权的 这个什么 白匪军了吗 这后面高尔查克 这不就起来了吗 白匪军出来了 以什么 以你们这个 这个邪恶啊 你把人杀皇全家 杀这个名义 来讨伐苏共 有没有意思 这个里边 我觉得当时啊 这个苏维埃这个政府啊 可能也是给人民 一个态的 你看我们革命 既然 也是这个 我们里边的人 下的命令 那么我就认了 认了这个 召唤老百姓 跟他们看 干到底 跟白匪军 干到底 反正也撕破脸了 所以后来也就承认了 是我们干的 但是这个里边 现在俄国的 这些历史学家 考证的 真正命令 下的这是个 雅科夫列夫 这个人 并不是什么 列宁啊 斯大林啊 甚至不是说 苏共啊 托洛斯基 下没下令 下令 这个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说 斯维尔德洛夫 下令 是保护着 沙皇的 因为有纸质文件啊 有纸质文件 是保护 沙皇的 这就是俄国 现在啊 普遍的 对这个 沙皇 全家被杀 这个事的 一个认识 我不知道 今天说不说明白啊 我现在也口干舌燥啊 我这来喝点水啊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今天说明白了 当谁啊 当克伦斯基 要把沙皇 全家 从俄国 安全的运出 运到英国 送走的时候 被英国国王 拒绝了 这一刻 已经注定了 沙皇 尼古拉 是全家的死亡 就是他们全家死 也要死在 沙皇 俄国所在地 就不允许 他离开俄国 为了一战的胜利 你全家 你不能离开俄国 所以他们全家呀 死也要死在俄国 可不可悲 资产阶级这帮玩儿 现在还扣屎盆呢 扣到列宁 扣到这个 布尔什克 控了共产党身上 说没说明白 共产党列宁是希望活着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沙皇 尼古拉 控制在手里 或者将他送出俄国 要审判他的媳妇 但是俄国沙皇 是要活着送走的 甚至要送到美国 送到远东 送到日本 送给日本天皇 然后从日本天皇 那再去美国 送走了以后 俄国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跟英法翻脸了吗 有借口了吗 我就退出一战了 是这个目的 哎呀 挺可悲啊 你说这全家人 最后被两大政治集团 成了吸尘品 那你说他当时 这个宣布为这个 一战的时候 为这个塞尔维亚 这个 这个这个 奥匈帝国这个 是吧 报仇 这个大公被杀吗 被塞尔维亚这个 给撑腰的时候 他想没想到 后边会有这一天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想 巴尔干那匹 打破脑子 跟他有什么关系 全家就这么送了命 所以这有时候结盟啊 历史上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结盟啊 并不那么好 啊 真正有 想想挺可悲 这一家子 啊 这这沙皇尼古拉市 也是优柔寡断啊 中间 俄国历史考证啊 他有很多机会 可以逃跑的 后来他就在这个 这个西伯利亚那块啊 基本上无人看管状态 他想去哪 基本上 只要想跑都能跑的 他胆小 他不敢跑 他胆小 所以这也是注定了啊 他们全家的命运 行了 我今天跟你说明白了啊 以后再说什么 这个这个历史啊 还有些人说这个历史的时候啊 多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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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